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8月11日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1日通路 如今俄罗斯的第一款新冠疫苗 已经在当日上午获得了卫生部的许可 并已经成功注册 而且自己的女儿也接种该疫苗 俄罗斯卫生部长表示 战斗民族给这款拯救大地的疫苗 取了一个天上的名字 卫星威 随后普京在会议上对研发人员表示了感谢 同时期盼疫苗可以快速进入量产阶段 可以有更多的人受用 俄罗斯首款新冠疫苗 是由俄加马列亚研究所和俄罗斯国防部联合研制完成的 该疫苗在6月18日已经开启 临床试验 目前参与疫苗接种的38名志愿者 都已经产生了免疫力 普京在政府会议上提一档 自己的女儿也已经接种了这种疫苗 并且在接种疫苗后的几天 体温发生明显变化 第一天是38度 但第二天就下降到37度多 在第二次接种该疫苗后 它的体温再次出现小幅度变化 但随后又跪于正常 普京告诉记者 他感觉很好 抗体低度也很高 需要注意的是 卫星V疫苗的有效期并非永久 但它可以让人体对新冠病毒产生 时效长达两年的抗体 俄罗斯卫生部长称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可以使人 形成长期免疫力 免疫力可持续两年 俄罗斯卫生部宣布 俄罗斯第一款新冠疫苗将在8月12日 正式注册 随后还会继续进行疫苗安全性的检测 以及最后临床试验的关键阶段 俄罗斯将在10月开启全国范围内的 大规模疫苗接种 重点是医务工作者和老年人 同时接种疫苗的全部费用由国家承担 此前从俄罗斯方面了解到的信息显示 俄罗斯方面其实做了两手准备的 此次率先完成注册的是俄方的第一款疫苗 紧接着还会有另一款疫苗注册 并择机量产 时间间隔为一个月 笔者认为这是普京对疫苗研制所做的双保险 如果第一款无效 那么第二款疫苗就能迅速的顶替 如果两款都有效 那就说明俄罗斯的病毒生物学基础的真的太牛了 即便是最坏的情况下 两款疫苗均失效 还有中国给俄罗斯兜底 到年底基本上能做好大批量产的工作 比俄罗斯晚两个月而已 等于是普京的第三大防线 而且三大防线都失效是非常低的概率 几乎是不可能的 疫苗的成功研制对于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据今日俄罗斯11日报道称 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主管表示 有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 请求购买10亿剂俄罗斯疫苗 菲律宾更是对俄罗斯研发出来的新冠疫苗感兴趣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 他愿意成为第一个亲自测试俄罗斯疫苗安全性的菲律宾人 同时也将遵守俄罗斯提出有关新冠疫苗的建议 杜特尔特表示 他将告诉普京 他相信俄罗斯对于新冠病毒有关的各项研究 并且相信俄罗斯所生产的新冠疫苗 可以拯救无数患者于水火之中 当新冠疫苗可以被俄罗斯医生带到菲律宾时 他将成为第一个排队接种的人 他要亲自见证疫苗的效果 或许他将造福全菲律宾人 就在普京宣布这消息后的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急了 据美国SNBC当地时间11日报道 特朗普在当天的白宫疫情简报会上宣布 美国政府将从国内生物科技公司 摩德纳公司订购一亿剂试验性的新冠疫苗 摩德纳公司也在其官网发表声明透露 和美国政府达成了价值15.25亿美元的交易 且联邦政府可以选择额外购买多达4亿剂疫苗 目前摩德纳公司的疫苗研发已经投入9.55亿美元 投资总额预计将达到24.8亿美元 报道称 摩德纳公司的新冠疫苗研发 目前正处于第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将在约3万人当中测试疫苗的有限性和安全性 CNBAC介绍 为尽快缓解疫情的严峻形势 特朗普政府今年4月底 启动了一项名为空间基站行动的计划 旨在大大缩短疫苗的常规研发时间 目标在今年年底前研发出数亿剂的 可供美国人使用的新冠疫苗 这项计划颇有些广撒网捞大鱼的意味 特朗普曾在一次白宫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正在对六大候选疫苗的开发制造商进行投资 以确保疫苗能够快速交付使用 实际上 美国政府在和摩德纳公司达成协议前 已经同制药巨铜 辉瑞 强生等企业 就潜在推出的新冠疫苗达成过类似协议 此前 美国卫生部表示 将支付19.5亿美元给辉瑞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 向其订购1亿剂新冠疫苗 随后 美国卫生部又宣布 将用10亿美元从强生公司那里订购1亿剂新冠疫苗 除此以外 美国卫生部还同赛诺菲公司和格兰素 史克公司达成一项高达21美元的协议 以开发和交付一亿剂可能研制推出的新冠疫苗 并可在后续阶段另行订购更多 对于这一全球新冠疫苗研发的重大进展 有人持乐观态度 也有人持怀疑看法 诺丁汉大学流行病学家称 俄方没有提交相关论文 以证明俄罗斯研发疫苗的有效性 中国研发的疫苗一直遵守国际规则 不断公布实际数据和论文成果 获得了相当大的国际认可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俄罗斯疫苗无法回避没有论文支撑 没有更多实验数据支撑的基本质疑 顶级传染病学家福奇11日在媒体访谈中表示 研发出疫苗和证明其安全有效是两码事 他本人对俄罗斯的这款新冠疫苗 严重怀疑态度 11日 福奇与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 一同参与了一次线上访谈 福奇在访谈中表示 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宣布了 推广了这款名为卫星V的新冠疫苗 但他对俄方是否证实了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持严重怀疑态度 福奇在访谈中对罗伯茨说道 德伯拉拥有疫苗和证明疫苗安全有效是两码事 他表示 美国目前至少在研发12款疫苗 如果我们要冒着伤害多人的风险 或是给他们一些根本起不到作用的药物 只要我们愿意 从下周就可以开始推出疫苗 但事情不能这么做 福奇称 他目前手上 没有任何证据能让他看出 俄罗斯这款疫苗是安全可靠的 他还称 美国人要理解 中国和俄罗斯在宣布他们拥有疫苗的问题上 形式方法和我们是不同的 事实上 福奇在7月31日出席国会众议院议场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听证会时 就已经表态称 若中俄率先研发出新冠疫苗 美国不大可能会使用 当天的亲政会上 福奇也在一些美国政客反复操弄的 中国窃取美国疫苗成果的问题上直言称 如今全球疫苗研发公开透明 不太可能存在黑客窃取成果的情况 中国对美国疫苗研发没有构成威胁 近日 复旦大学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日前在央视新闻中表示 尽管有疫情严重国家紧急接种 以中国现在的防控态势 我们可以不要太过于焦虑 拭目以待 疫苗三期临床研究结果 针对疫苗可能早产的问题 张文宏表示 我们可以不要太过于焦虑 再看一下 疫苗当中到底哪个最终有效 现在国内的防控模式 防控能力在疫苗出来之前是可以保障国内经济平稳有序的发展的 张文宏表示 目前世界上疫苗研发最快的进度是进入了临床的最后阶段 也称之为三期临床试验 中国现在有陈辉院士团队的乳腺毒载体疫苗和 杨晓明教授团队的灭国疫苗走在世界前列 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在第四季度再看一下 疫苗当中到底哪个最有效 还是要等到最后研究结果出来 在这之前 中国现在的防控态势 我们可以不要太过于焦虑 现在国内的防控模式防控能力在疫苗出来之前 是可以保障国内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的 张文宏说 6日 世卫组织召开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表示 当时全球约有165种疫苗处于试验阶段 26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6种已经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其中三种来自中国 短期内取得如此成果是难以置信的 其中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承担研发的灭活疫苗 已经进入临床三期的试验阶段 并已具备大规模量产的能力 另外 据《环球时报》7月16日报道 当时 中国生物生产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库存量 已达400余万份 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地攀升 一旦中国生物新冠肺炎灭活疫苗完成 三期临床试验获准上市之后 可以很快满足国内庞大的接种需求 此外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在北京和武汉两个生物制品研究所 分别建立了高等生物安全生产设备 在这两个研究所的生产车间投入使用后 中国生物能够保证 新冠疫苗年产能合计达到2.2亿计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